国内的网友啊问啊说这个包括国外的啊就是一些刚毕业参加工作和留学的这些女网友们 跟你们建议啊就说这种独居的女孩子选择住哪比较好 其实你们呢如果说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还是应该住不要住那种老城区 都是啊这种一个是本地人和外来的贫困人口 也不要住到那种新小区人家都是本地的中产 或者说本地的啊这种本地节从这种成分太大的 你们要住些什么呢就跟这种留学生 或者说跟华人聚居居住在一起 这样对你们是比较有利的 你不容易被孤立不因为因为因为你的种族或者说因为 因为你的性别被人盯上被人孤立这是比较好的 其次呢就是你一定要住在吸毒和失业 就是这个卖淡这个群体远一点的这个街区 那去看房子走访一个城市啊去就发现好几个分层 最好是住那种高层公寓就是跟邻居接触不到看不到 邻居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邻居 你也不认识邻居